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9集 陈飞 白小春眨了眨眼 目光飞快地扫过陈飞 以及绕到自己身后的两人 察觉出他们的修为后 他也笃定下来 嘿嘿嘿嘿 白小春 你即便是现在跪地求饶也都晚了 当初你出的主意 害得我们成为外门弟子 我陈飞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啊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陈飞大笑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宁气五层的修为轰然爆发 掀起四周不少落叶 看起来颇为不俗 我陈飞进入外门后 所有时间都在修行 终于到了宁气五层 白小春 今儿我就明儿告诉你 就是要欺负你 让你鼓端金伤 陈飞笑声带着嚣张语得意 他右手掐举 嗡的一声 面前出现了一把青色的飞剑 此剑只有半尺大小 看起来很是古朴 散出微弱的寒芒 白小春身后的那两位也都凝小 齐齐的散开修尾 手中各自出现了一把飞剑 在这三人的包围下 他们有绝对的把握 三打一 必定碾压白小春 尤其是他们现在 见识与以前不一样了 早就分析出白小春这里 根本就没有完全掌握 举重若轻之法 你若一直不下山也就罢了 既然下了山 出了宗门 尽是让你知晓 当年犯下的错误 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陈飞只觉得胸口一口气 此刻随着这番话语说出 吐出了大半 你们三个在这里堵住我 不担心门归啊 白小春看着陈飞 好奇的问道 门归 这里已是从门外 况且你既不如人 股断经商也怨不得旁人 大不了 我等回头道个歉 也就结束了 陈飞得意的笑 他甚至可以想象 白小春接下来的面色 一定会非常难看 甚至他都准备好了 后续的嘲讽 可很快 他就觉得不大对劲 白小春太镇定了 面对自己三人的包围 神色非但没有出现 自己所想的变化 甚至还露出了古怪 竟摆出高手的姿态 傲然的开口说了一句话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就放心了 陈飞双眼一缩 觉得更不对劲了 但此刻 容不得他多想 嘀吼了一声 出手 话语一出 他掐绝间立刻飞剑直奔白小春 与此同时 白小春身后的两人也都立刻掐绝 身前飞剑冲出 眼看这三把飞剑临近白小春 白小春脸上露出笑容 他甚至都没有取出法宝 身体向后一步退出 陈飞三人只觉得眼前一画 白小春的身影就消失了 出现时 赫然在了左侧宁气四层的那个大汉身边 这大汉猛的睁大了眼 还没等反应过来 白小春右手握拳 一拳轰出 这一拳太快 直接就落在了这大汉的肚子上 轰的一声 大汉全身颤抖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弓了起来 如被一股大力冲击 顿时倒飞出去 撞在了一旁的大树上 那大树都颤动了几下 这大汉鲜血再次喷出 竟直接昏了过去 这一幕变化太快 一旁另一个宁气四层的大汉 此刻骇然的看向白小春 脑海汪名 如有无数雷霆划过 他做梦也想不到 白小春这儿 居然有这么快的速度 而且力量之大 竟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陈飞面色猛的变化 倒吸口气 身体下意识的就后退 看向白小春时 露出难以置信 你 你 太弱 白小春摆出高人的模样 似乎觉得孤傲天下 找不到对手 感慨时身体一步走出 到了另一位灵气四层大汉的面前 这大汉发出一声狂吼 全身修为爆发 催动面前的飞剑直奔白小春 可白小春速度更快 不死长生公修成不死铁皮后 白小春的肉身与速度已很是惊人 此刻一晃就避开了飞剑 依旧是右手握拳 一拳落下 哄的一声 那大汉发出凄厉的残叫 鲜血喷出 身体猛的被卷起 他的身后没有大树阻挡 竟被卷出了十多帐外 倒在了地上 五脏六幅都在颤抖 爬不起来 近乎是奄奄一息 太弱了 白小春摇了头 看向此刻 双腿都在颤抖的陈飞 你 你 陈飞脑海嗡嗡的 整个人都快傻了 他无法想象 前一刻自己还胜券在握 可下一瞬 却发现这白小春 居然如变身一样 堪比凶手 那两拳 竟直接将两人打得 生生的晕了过去 他难以衡量 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力气 此刻下意识的咽下唾沫 身体猛的后退 根本就生不起 丝毫要去战斗的心思 整个人脑海里唯一的念头 就是逃 可他没等退后多远 白小春速度飞快 瞬间追上 右手抬起还是一拳 这一拳落下的刹那 陈飞身上突然光芒一闪 一枚小盾出现 阻挡在了白小春的拳头上 哭的一声 白小春轻移了一下 身体微微 顿了一下 与此同时 那小盾颤抖 灵气都暗淡了 背着一拳 直接打飞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陈飞吓得昏飞魄散 这小盾是他花费不少贡献点买下 即便是宁气六层 短时间也都无法破开 可眼下 居然被白小春一拳轰的 与自己都断了联系 白小春 你 你别欺人太甚 陈飞亥然 发出凄厉之声 哼 我明白告诉你 今天就是要欺负你 打你个古断金伤 白小春心里都乐开了话了 眼看对方恐惧 这种让自己舒爽的事情 他是从来不会放过的 于是 不但重复了对方的话 更是全神修为猛的散开 宁气六层的修为之力 短时爆发 掀起四周狂风 就连他的头发也都飘舞 气势惊人 哟 宁气六层 陈飞眼珠子都快 鼓出来了 头皮发麻 亮枪后退时 白小春 已然追上 再次一拳 这一次 没有盾牌阻挡 直接打在了 陈飞的身上 陈飞全身一颤 鲜血喷出 惨叫中 身体被卷起 可他毕竟虎背熊腰 且还是拧起五层 没有晕倒 而是拼了全力要逃走 他此刻心中苦涩到了极致 更是暗恨自己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啊 此地与宗门之间还有一些距离 眼看白小春如凶手一样再次扑来 陈飞发出七里之音 白小春 你就不怕违反门规吗 门规 这里已是宗门外 况且你既不如人 古断经商 也怨不得庞然 大不了 我等回头道个歉 也就结束了 白小春干咳一声 把对方的话再次的重复一遍 上前一脚踢出 这一脚 直接将陈飞整个人踢到了半空 陈飞再次喷出鲜血 目中露出绝望 残叫中还没等他落下 白小春已冲了过去 拳打脚踢 陈飞恐惧 残叫之声不断传出 到了最后整个人已胸肿起来 连惨叫都渐渐微弱了 全身上下 骨断经商 面色惨白 趴在那里 全身都没了知觉 看向白小春时 已露出强烈到了极致的恐惧 在他看去 白白净净 有些瘦小的白小春 根本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凶手 尤其是这白小春从实至终 居然没有用出任何法宝 只是凭着强悍的身体 与那惊人的速度 就将他们直接碾压 远处 宁气似曾的那两个大汉 此刻也都苏醒了 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 也是觉得头皮发麻 心惊肉跳 赶紧又装作昏迷的样子 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引起白小春的注意 眼看陈飞掩掩一息 白小春觉得无趣 收了灵气 在三人的恐惧中 把三人的储物袋都翻了一遍 拿走了所有物品后 还把小盾也都取走 这才哼着小曲 顺着山路走向了宗门 该死的 是谁告诉我 这白小春在乡羽山小比 取巧获胜的 望着白小春的背影 陈飞欲哭无泪 他若早知道白小春这样恐怖 打死他都不来找白小春的麻烦 那两个宁气似曾的大汉 哭丧着脸 看向白小春的背影时 露出强烈的恐惧 陈师兄 怎么办呀 要不 我们别惹他了 化解吧 我听说徐宝才 都和他化解了 二人眼巴巴的看着陈飞 陈飞也心底苦涩 沉默片刻后一咬牙 报复啊 报复我自然想 可打不过 怎么办呀 此事 此事我好好想想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